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翁的频道,今天是2021年11月10日第381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终电讲灯加价料。 首先要在这里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照,希望大家也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现在的广告是有点长,希望各位容忍一下,希望大家记住帮我订阅,按下小铃铛,分享这条片给朋友,如果看完可以赞个赞就最好了。 北斗翁,在这里多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和投资顺利。 我们在上一集第三百八十集的时候,说的是恒地奪得中环的地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件事真是现在说不到的。 不过,其实现在暂时在香港的地产行业里面,已经暂时不会再有内地的对手, 因为内地的对手现在是一个一个出事的。 例如佳兆叶,虽然他停了牌而已,但他现在是叫救命的。 今天已经有报章说,他已经在求别人过来看看,看看我的货是否好,看看有没有哪一件货是对的, 尽量拿去,给他一些钱。所以他也要筹集资金,要还债才行。 另外还有一间叫做花样年,他刚刚復帆市,但復帆市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个股价是跌到下去只有三毫多指而已,跌了就是超过40%的。 不过现在还没收市,所以就还没资着。 那这个花样年呢,他现在就面对着流动资金的问题。 第一,集团已经说了,我不能够保证将来能够满足所有之前借下的债务的问题。 那就是说,很有机会是根本还不到钱的。那如果还不到钱那怎么办呢? 不过不要理了,我们香港的公司是比较有实力的。 譬如像这个恒基地产那样。 其实还有一个小道消息呢,就是说这个恒基地产呢,除了做回它本身的行业之外呢, 原来这个李家杰也是有份投资在这个晶片上的。 听说呢,现在他们的公司就有几个股东啦,他是其中一个啦。 夹夹起来,第一期的资本就大概160亿。 那就是希望做到这些晶片出来,解决这个本土,即是内地本身的晶片缺乏问题啦。 那这一件事呢,其实恒基现在已经做得很好的啦,就是什么呢? 向阿爷表忠得很紧要的啦。 所以他有饭吃呢,理论上就不是一个大问题的。 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就是说回我们香港的公用股,就是这个中电和港灯。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的话,都知道我之前已经陆陆续续讲, 就是香港的物价越来越贵的啦。 那可能大家就未必注意到,但是现在真的杀到埋身啦。 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两家电力公司终于都要跟政府说什么呢? 要加价啦。所以加价潮就杀到埋身。 那到底这两家公司加价对它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啦。 其实我最起码最近都有两条片,就是说跟通胀或者跟物价有关的题材。 例如,在第357集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环球供应链断绝, 就会形成一个滞胀的风险。 当时的日期就是10月2日出版的。 好了,大家要分清楚,什么是通胀,什么是滞胀。 通胀通常是指经济好的时候,有通胀就没问题啦。 第二个就是这个滞胀,就是经济不好,还要加价。 那这一刻呢,才得名嘛。 另一个片呢,就是第364集。 当时呢,我的题材是说,这个原材料是在上升的。 我亦都展示了很多的数据给大家听。 比如说,这个原油的价格,这个天然气的价格, 那这些东西呢,全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产。 那生产一季的话,那到时产品就自然会贵的。 好了,最新的一期呢,就是这个国家统计局就展示了, 就是这个叫PPI,就是这个叫生产者出厂价格。 上涨了都挺厉害的,去到13.5%。 大家想清楚了,如果生产出来的成本增加了, 你说它会不会转价给消费者呢?肯定会啦。 所以,这个国统计局呢,在10月份的CPI,也都涨了1.3%。 那你说,喂,1.3%而已哦,不是很紧要。 对了,暂时来看,1.3%就不算紧要。 不过,大家都要认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CPI, 涨了1.3%,不是代表所有的产品都是轻轻升了1.3%。 有些产品可能升得很紧要,好得人凶。 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被这个数字骗到。 但是,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有多高呢?大家都要自己想一想。 另外,中电和港灯现在慢慢吹向用多些天然气。 我都说过了,天然气最近的格价升得很紧要。 如果升得那么紧要的话,这两家公司的成本压力就会慢慢越来越大。 终于来到今次就抵不住了,终于要跟政府说,我要加价。 其实,如果物价上升的话,始终对我们香港来说, 或者对星斗市民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政府的官员,比如环境局局长黄錦升, 他就说,虽然明年两个电力公司都会冻结基本电费, 但是因为这个燃料的格价上升了,所以这个燃料的附加费就一定会上调。 其实,这一件事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只不过,他现在就说,如果以一个三个人的家庭为例, 以前平均每个月的电费大概是275元左右。 但是如果今次这个燃油附加费加了上去之后, 每个月大概就会增加20-24元左右。 这个加幅都算厉害了。 你想想,电加的话,其他东西都可以加的。 所以陆陆续续都会有越来越多东西加上来。 另外,黄錦升也说过,政府也会帮忙的。 他说之前财政司已经说过了,每户的客户都会有1000元的补贴。 1000元又不算太多。 另外,他说还有些由2019年开始, 就连续5年都有电费的舒缓计划。 每户就是提供50元的电费的舒缓。 50元,现在吃个早餐都40多元。 所以这50元似乎帮助就不太大了。 他说国际的燃料价格上调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所以政府会尽量去做的。 所以在这个燃料的附加费要升幅的话, 尽可能就是按低它。 令到香港的市民负担就不太多了。 中电和广灯和政府谈完之后, 终于都可以加价了。 消息传来就是中电可以加5.8%, 而港灯可以加7%。 其实这样加化的话, 是不是对它的股价应有帮助呢? 那又未必。 你看看中电今天股价出来的情况, 就是轻轻跌了几毫子。 报价就是75.7。 其实它的回报率也挺好的。 有4厘左右。 如果没有通胀的话就挺好的。 但是如果有通胀的话, 那这4厘的话也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港灯。 它跟中电的结果一样。 都是要跌。 跌的幅度还要比中电多一点。 其实它的每股收益率是轻轻比中电高一点。 但是都是大约4.1%至4.2%左右而已。 那么这次的加价到底能不能够 令成本可以降低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原因就是你看到它现在的股价积弱的话, 可能就是难道加价都弥补不了成本的上升? 喂!有这样的机会! 只不过政府不让你加那么多, 那你可以怎样做? 你都没得出声的。 如果你结结结结结的话, 到时政府生气上来的话, 再把那些条例之后再改一改, 再改一改, 那你就得不偿失。 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令到股价积弱。 不过,我们看多一点先吧。 始终有得加价, 肯定是好过没得加价的。 既然两间电力公司都有得加价的话, 那些大行又出回来, 就是说它的预测。 比如好像大摩那样说, 它就维持中电与大市同步, 那我评级就是目标价82元。 咦!多好啊! 那港灯的评级就增持了, 目标价是8.6元。 离开现在这个水平, 也有几可观的回报率。 至于汇丰,他怎么说呢? 他反而觉得中电应该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就提升到88元。 至于港灯就刚刚好, 反过来, 就是只持有的。 但是目标价也不错, 也有8.5元。 至于花旗, 他就这样说, 他说两电燃料的费用 全部都可以转价给这个用户, 因为它实报实销。 所以看下去, 似乎港灯就会比中电好。 因为中电还有其他的业务 是在香港以外的。 你想想, 原料的加价不单影响香港, 还会影响其他业务, 所以会比较差一点。 相反来说, 港灯只是扎根于香港。 股息预期如果加价之后, 派息率可能可以去到4.4%, 比中电的4.2%高了一点, 所以就看好这个港灯多一点。 如果这样说的话, 行不行呢? 我就不知了。 不过他给了目标价, 中电就是$85, 而港灯的目标价就是$8.8. 大家看着大行的消息, 想一想到底还可不可以 或者应不应该去投资在这两间公司身上。 大家都知道, 两间电力公司, 我就偏袒向港灯多一点。 虽然自己住在这个新界, 但对中电真的没什么感情。 在第193集, 就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说过, 就说我们要看下 如何可以在港灯身上赚到钱。 当时港灯的股价就是$7.68, 我买入价就大概是$7.63, 我说目标价就在$8.1, 如果去到$8.1的话, 我就会走的了。 连着股息,连着这个升幅的话, 大概可以赚到$1成左右的回报率。 我也不是很贪心的, 刚才我所说的那三间大行, 给港灯的目标价都是$8.5, $8.8, 我不贪心的,$8.1我都走的了。 好了,那你会问我, 那走了之后搞什么好呢? 只要目标一达到, 我只是想证明这一件事而已, 所以就会马上撤离港股, 然后拿起钱, 虽然不是多, 但我都会决定会进军美股多些, 因为港股始终实在太沉满了。 另一方面, 如果觉得这两家电力公司 不断谋利的话, 不是那么好的话, 我有个建议给港府, 不如叫国有化它吧! 国有化了这两家电力公司之后, 到时那个电价就由得你说咯, 到时你可以便宜点, 令到整香港的市民用电都会便宜点,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将这两家公司国有化它, 我又有着数, 何乐而不为呢?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至于你说我进军美股, 做些什么好呢? 我就跟太太商量过, 人就越来越老了, 将来都可能和医疗上会有点疼。 所以就想着, 如果有钱的话, 不如就买一些稳稳阵阵的, 比如好像辉税药业, 这一家公司其实都不错的, 它现在的股价价价价价价, 其实它的市盈率只有13.5倍, 因为它在香港下一回ıs之前是质价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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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Permar Cine数字区 想着加入人手价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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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 ! 所有金页 efforts都可能会配够大量当然都弄了, 可以说行为都会为有美国和文法转 стоит 因为是可以会很有', 就升到17.78元 记住,如果去到20元的话,就会是一个危险的地步 所以可能会令到环球股市,包括香港在内,都会向下跌 所以大家,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了 看着这个指数来做人去投资,那就对了 各位,最近我又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关于通胀的 因为我发觉通胀已经慢慢杀到埋身了 不过这个通胀会持久多久呢?就不知道 但我最近在茶餐厅吃过早餐的时候,发觉已经加了2元了 问题就是,在超级通胀来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应该如何去投资才可以为自己的财富保值呢? 如果超级通胀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事真的不多 所以大家要动高藏满,想一想 而我在这个文章里面,也有几样东西 是说出来给大家思考一下的 希望大家进来这个网站里面看看 看完之后,麻烦你帮我卡一卡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行了,多谢各位